嗨大家,我是佳樂 我現在是台大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現在在臨時小學上這個專案下面幫忙 如果你有來過12月的大松或者是1月的社群維亞的話 你可能有看過我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指合公民科技專案 還有108課綱的媒合 比如說可能在公民科交到假訓期的話 那就可以對應到COFAX這個專案 或者是在講到民主參與政治參與的話 可能就可以對應到投票指南 或是開放國會等等的專案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從兩個面向來看 從老師教學方這個面向來看的話 就是可以讓老師的教學更有深度 然後有更實際更活用的例子可以舉給學生 那學生也可以就是提升他們的數位科技公民素養 那對於科主來說呢 就可以有更多人知道你的這個專案 那就可以擴大影響力 如果你有來過1月的社群維亞的話 那可能會記得那時候 臨時小學校在大家進行的活動 就是用便利貼把你自己熟悉的 或可能是做過或是聽過的專案 貼到你覺得有相關的108課綱的部分上 然後呢 在1月的社群維亞之前 我原本都是用Google Sheets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到Google Sheets 比較難閱讀一點 所以後來在哲位跟Chimp的建議 以及技術協助之下呢 我們現在把它翻到了Air Table上面 好 剛剛講到會上來看的可能是老師或者是科主 如果你是一位老師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上面 這邊有三科的社會領域的科目 再來這邊是科技領域 還有這邊有四科的自然領域的科目 還有最後面有一個其他的類別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前面四行呢 就是這邊就是108課綱的內容 那後面呢就有對應的公民科技專案 比如說這邊點進來呢 你就可以滑滑滑看這個列表 有哪些公民科技專案 是跟這個108課綱的內容相分的部分 那再進一步點進去呢 還有更詳細的專案的資訊 還有後面這邊還有一列是這個課綱內容 對應到的SDGs項目 那如果你是一位坑主的話呢 你要看的是這一列 公民科技專案 這一列呢就是專案的列表 那坑主呢就可以在這邊提顯 專案的內容 然後最後面坑主也可以看到說 像這一列就是跟專案相關的公民 所以點進去的話坑主就可以看到說 有哪一些對應的課綱是跟你的專案相關的部分 所以簡單來講這個對照表就是在 媒合教師以及坑主這兩方的資訊 沒錯 好所以這大概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謝謝大家拜拜 好謝謝佳樂的預錄影片 如果跟如果對公民科技和就是教育的改革啊 108課綱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臨時小學校這個坑 好就是樓下在正在這個也正在評審發表的這個坑這樣 好 好